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了四十几万的未来 出目惊心 暮放的真命 热线时即将沟通 施浪松 当啤酒又淡起来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无比的说 说话这杯满满的啤酒又摇下去的话 就一头八天下 去不来了 高低 去不来了 好 那就哈赛了 来来来 为了明天 加油 OK 聚会第一场 第三镇头开始 这是山东青岛的年轻人张琪 正在和好友们拍摄他26岁的生日聚会 然而很多人没有想到 就在一年前的11月26日 张琪25岁的亲生会上 却收到了死亡通知单一般的医院诊断书 上面写的竟然是胃癌晚期 作为独生子 这个消息对家人来说 就犹如一个晴天霹雳 打击很大 很受刺激 有点实在是无聊 我之前一下子坐在地上了 真是抱头大哭 长期要是没油了 你说 娃娃 要想跟他一起做 首先人都是怕死 当时想 是不是我就要面对死亡了 当时我大哭了一场 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事 我可能经历不了了 跌入了人生谷底的张琪 在自己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后 把自主创业的公司关张了 还告别了相恋五年 即将走入婚姻的女朋友 人走到最低谷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可能想明白了很多东西 要不我就是继续消闪下去 要不就是走出来 随后 张琪找来了三位好友 组成草根团队 拍摄了一部微电影 以自身生活不规律的 惨痛经历为范本 提醒年轻人 要爱惜身体 珍惜生命 并在2014年7月 传到了视频网站上 张琪的经历 引起社会的关注 如今的点击量 已经超过了10万 并被多家媒体报道 罹患癌症晚期的张琪 究竟将怎样重新规划 她的人生之路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一提到癌症 很多人都会谈癌色变 年轻的张琪 一开始也是这样 后来从痰癌色变 到与病魔作斗争 那么并把这一段抗癌的经历 拍摄成一段 长达几分钟的微电影 上传到网络上 而且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度 和点击量 张琪自己说 自己就是因这一段的特殊的经历 而获得了重生 我们来看 这是为什么 你吃什么绝油 你吃什么萝卜 来给你个香蕉吃吧 来给你个香蕉吃 我刚才采的香蕉 很新鲜的 张琪说 妈妈咱们活一天 有高高兴兴的活 假如我走了那天 我也高兴的走 妈妈你也有高高兴兴的 自己说什么 妈妈我吧 25岁充胜了 就好像给她第二次生命 2013年年初 张琪曾经因为胃痛男人 出现便携而到医院就诊 然而当时 她并没有按照诊断书的要求 做胃镜检查 就在大半年之后 张琪25岁生日前夕 胃疼持续的一周后 到医院做了胃镜检查 胃癌晚期的诊断结果 给全家人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 我当时吧 一回忆也就是懒味不好 可能是 或者是梅溃羊 明是棒子上去香 当时大家的感觉 要在笑话那太可惜 这么年轻 怎么长了这种病 作为年轻人 长这种病啊 多不多 有 但总是少的 张琪正值青春年华 说起影响他患病的生活习惯 很多人为之惋惜 出烟喝酒 饮食欠规律 鸡一顿饱一顿 这不是好事情 糟糕 油炸的 烤糊了 这都不太健康 精神紧张 压力大 甚至说呢 这个熬夜 就把你整个身体的松松的打烂了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就我们现在的这个肿瘤 是越来越年轻化 张琪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商务 他曾经在IT行业的大潮中 由普通的销售人员成长为带领团队的产品经理 他会跟客户也聊好多好长时间 其实聊很多不招边的东西 慢慢的才聊到你要来干什么这样的事 第一呢我觉得他够聪明 第二呢 创造力比较丰富了一个 就像很多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一样 张琪没完没了的加班应酬 那时候 他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财富 他就是很拼 一直在挣钱 有一种概念就是说 我赚了多少多少钱了 我的月薪是多少多少 这种就是能给他带来一种成就感吧 张琪从员工司辞职后 和做美工的朋友共同创业做网店的代运营 然而 红货了一段时间后 张琪的合伙人在结婚生子之后退出了合作 繁重的工作都落在了张琪一个人身上 从那以后呢 这生活就不规律 因为网店 大部分时间就是 一般的都是到 十点 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这块的效率比较好 有时候工作到一两点 没张琪之前就是没吃过早晨饭 我以前活了就非常物质 我今天就必须要有种 我明天就必须要有种 也是对人上一个计划 计划远远没有变好 张琪并没有胃癌家族遗传病史 他万万没有想到 仅仅是因为生活不规律 就把他推到了生死的悬崖边 这个病区啊 抑郁和焦虑状态的患者的发生率 达到了50%以上 压力很大 并且呢 我们是有数据表明的 他来的时候就是 就是焦虑 抑郁 甚至有的时间 他难以表述的一种目光 你怎么看得出来 在手术之前 我那天晚上没有睡 失眠了一晚上 我会想 我以后会怎么样 我的事业会怎么样 我的爱情会怎么样 我会不会就这样 简简单单的就这么做了 曾经拥有的青春爱情小伙伴 这一切都会随风而逝吗 漫长的三个小时后 张琪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 然而 让他备受煎熬的 莫过于病魔 对于他内心的冲击 起初张琪封闭着内心 不希望向其他人倾诉 直到化疗的时候 才让好友们了解到他的病情 一开始特别尽量 这么年轻 得出了一个病 对自己的这种失望 心里开始有点反思 他母亲可能陪同他 时间更多一些 给我讲 恨不得自己来 找病 来提提儿子 我想这种母爱 可能就说 不是一般人能理解得了 吃了就吐 吃了就吐 这回报真是体会到了 真是家里没有得病的人 不理解这个得病的人 张琪的母亲是青岛一家动物园的退休职工 由于张琪的父亲做园领机械工作 工作时间不固定 张琪在化疗期间 大部分时间是由母亲来照顾的 心情非常繁盛 爱病房的假如要说个话 他就反而有命 不能进食 然后头晕 然后不能出凉 反正就是见风的时候 我会感觉皮肤就像出电了一样 然而就在化疗的第一天 张琪目睹了一个病友的突然离世 身心处于最低潮的他 找来在微电影公司做过业务的初中同学孔静 用单反相机记录着这一切 在自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旁边的阵友就因为这样的便走了 我觉得其实很可怕 内心是很恐惧的一种状态 张琪 你以前的一个人 跟我们感觉就是比较孤悟 可能钱在你的身上 会放在第一位 恐惧这句话点醒了我 哎呦 只能找一下太苦了 浪耗了 苦也得吃 张琪在此期间严重失眠 两个周期的化疗后 他在春节前办理了出院手续 张琪领悟到 要为生活做必要的减法 他把刚开业的公司关张 并且不得不挥别五年的恋情 那就是他最难受的时候 可能就和他把一些事都说明白了 走了以后吧 我进去一开吧 哭了 出于对女方家的一个考虑吧 我提出了分手 其实可能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 现在可能已经结婚了 也是非常可惜吧 这东西因而异吧 我觉得没有说谁对谁错 张琪她毕竟是到了这个癌上了 对吧 可能说按照就是她自己 她前面有她自己的心理 可能是不太容易去放弃 因为毕竟两天出了两个时间 肯定有感情 对吧 可能是迫于家里面一些压力 可能是不同意 或者这种真心的原因 我感觉是这样 其实如果说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插曲的话 我觉得她现在应该 应该是两个人过得很好的日子了 应该她跟她的前女 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小家庭了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她 我觉得挺可惜的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也飞 想要飞也飞不够 在张琪和孔敬的拍摄组里 有陆续加入了爱好音乐的初中同学凯文 以及学摄影的好友郑哲 在好友们忙于工作和学习的时候 原先没有专业背景的张琪 在化疗期间自学摄影 最初她想做的 就是给自己和病友的家人留下影像上的纪念 张琪拍摄老年病友们的笑容 起初是为了模仿热播纪录片里的镜头 而就是在这样相互激励的过程中 让曾经处在崩溃边缘的张琪 看到了方向和出口 有很多的大爷会跟我说 你看你还年轻 才二十多岁 以后乳还很长 一定要放飞心态 慢慢地走下去 那个我呢 今年留七十了 说不定的就是没得这个病的话 说不定乳也比你短很多 然而 就在化疗疗程过半的时候 张琪的另一位中年病友 也撒手人寰了 他说过的话 在张琪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我跟方旁边 他就说张琪你看 我呢 是因为五十年前 其实我就知道我身体不适 但是呢 我因为害怕这个病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 我看到他怎么痛苦的离世 所以说我不敢去触碰这块 而且他是跟一个 就是小两学那个人的交流 他扣着力流满面 在医护人员和病友的启发下 张琪了解到 癌症患者最大的敌人 是内心对癌症的恐惧 他们说的也对 我应该 不管说医护路有多长 哪怕只有一天 我也会活得很精彩 每天放平和 不要管这个事当上事 所以说 我当时有这个想法 看着这些每天不高兴的病友 想和他们把这个 心里的这个雾霉走出去 应该说从张琪的身上呢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东西 有一些呢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还有一些呢 更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 也希望大家呢 拿手手机扫一扫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跟我们互动 两位道场的嘉宾介绍一下 王剑一是心理专家 另外是白宇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 白宇 我们在看第一段故事的时候 一直在说 这张琪这孩子特别特殊 他既是一个活生生的 一个反面教材 又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 正面的典型 没错 说的特别到位 为什么说是反面教材 从他的人生经历当中 刚才医生也说了 年轻人有很多不良的生活的习惯 甚至是恶习抽烟喝酒 甚至吃烤糊了的东西 等等 生活方式是非常不健康的 我们这种不健康的方式 其实他影响的损害的不仅仅是身体 那么再加上你的工作压力巨大 他在追求成功 追求物质的时候 他的那些同学 还有同事都说 他永远把钱放在第一位 没错 那么当他没有办法去实现目标 或者总在追求的时候 对他的心里其实也会造成一种伤害 这个里面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人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人在追求满足感 那么这个满足感 经常我们说 什么叫满足 我要挣钱是满足 或者我要出名 但是实际上 这个方向不一定的 有的人会觉得 我要把健康当成是满足 让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快乐 我就是成功了 所以我觉得行为的方向 有可能会改变人生的轨迹 也就是说价值观 很多时候我们要重新的来树立 刚才医生说了 一个人得癌症 他事先抑郁和焦虑 如果你有这两大特征的话 那么得癌症的概率会超过50% 建议你给分析一下从心理上 我们怎么能够做到 尽量的不去焦虑 不去忧郁 实际上刚才说的三观很重要 就一个人你要是人生观 价值观 这些三观 如果要是不正的话 他肯定会焦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实时的感到紧张 别人有 我没有 别人成功 我不成功 别人挣到了多少钱 我没有挣到 那他永远处在焦虑当中 那么从现在这个新生综合症的研究来看 心理对身体的影响占到了很大的比例 就如同那位医生所言 但是呢 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这个词耳术能详 但是很多人 逢到说好 你去这个时间去锻炼身体吧 和这个时间去挣钱吧 可能90%以上都去选择挣钱了 没有人去爱惜自己的身体 因为觉得我还年轻 尤其像他 觉得我才20多岁 我以后的路很长 其实很多人都输在这个问题上了 就是说老是把健康拖到明天 比方就像医生说你应该做检查 他不去都变血了 还不去 这样的成功有意义吗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案例吧 特别值得现在年轻人思考 对 坚一你一直在强调两个字叫成功 实际上我们放眼这个社会啊 你看到任何一个书店 卖的最好的书 就是关于成功学了 大家那脑袋呀都销得特别尖 都想哎呦他发财了 我什么时候也能发财啊 他成功了 我怎么也能够成功呢 而且我们打小受到的教育 就是关于这个的竞争成功 我们不能输在任何一个起跑线 最后倒退啊 都不能输在娘胎里了 你说这娘也够可怜的 是吧 我们这些是不是也应该从头反思一下呢 是啊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价值观的引导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呢 就认为说我比别人那强 从小就是家长教育 就是说要有一个别人的孩子 跟你的孩子去比 你只要稍输一点就给你灌椅 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说呢 没有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其实就是最大的人生的成功 但是现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所以想听的白云你再说几句 其实刚才咱们一直在说什么叫成功 我觉得你先把根弄明白了 什么叫成功呢 现在我们可能灌输给孩子们的成功 就是你要挣钱啊 你要比同班同学强啊 你要比你的同事强啊 但是呢 孩子们是从哪来知道什么叫成功 这个很关键 孩子们年轻人有没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我觉得与其告诉年轻人什么叫成功 不如告诉年轻人 你应该如何判断什么叫成功 我觉得年轻人缺失的呀 是一个判断去独立思考的这样一种 你说这还是年轻人 我们现在很多幼儿园的这个教育 就已经开始灌输啊 这个成功学 于是我们看到遍地的狼孩狼仔 什么东西都得抢 我就不能输 最后呢 恰恰输的就是我们自己 再回到今天的故事当中 张琪啊 拍了一个大概八分钟的 一部电影 名字叫80后癌症患者的告白 到底是怎么拍的 又反映的是什么内容 我们接着看 二十岁的我们 为了爱情 绞尽脑汁 到头来满身伤痕 也在所不惜 为了梦想 说干就干 不顾一切所谓规则条件 想到未来 不少迷茫 却往往用彻夜欢歌 疯狂买醉 获得安慰 打着年轻的烙印的勇敢与放肆 无不透支这青春的身体 当想象中遥远的癌症降临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该看开的也终于看开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活着需要怒放 比较乐观 然后再一个就是 它这个相声比较多 很多一切相声 我们都是想不到的 活着很多遍 一表情巴掌 一般人都是很难就跑下来 它还坚持着就跑下来 它这种毅力 也是启发我们的一个方面 原来就感觉有点闷得不乱 不爱说话 就有一种温度的变化 太晚一些嘛 暖一些 也很累 大家也喜欢闷在一块 它不能喝可乐 然后不能吃生冷的 然后不能吃辣 然后这些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 都会对它有所招募 但是在相处上 还是按照之前的这种相处模式 大家都是同学 张琪在家里的阳台上 开辟了一片小菜园 种的都是绿色蔬菜 她细心浇灌着 这片蓬勃的小田地 与此同时 张琪不再像原来那样 经常在外用餐 并且控制烟酒的摄入量 作息时间越来越规律 2014年12月初的一天 就在父亲下班后 生病前很少帮家里人 做事的张琪 第一次为父亲染了头发 一顺着头发往下 一往上它蹦一蹦一蹦 自从长了病以后就跟变一个人一样 就好像一天长大了 长成一个大孩子 也比较通通打敌了 以前 也要或者讲一个道理 听不进去了 是年年小二十回 非常感动 非常贴心在一块 我可能失去了健康 但是我可能收获了亲情 可能收获了友情 我可能失去了事业和爱情 但我收获了内心的强大 即使人生一个历练 也是一个磨练 就在亲朋好友们 为张琪出院后 脾气秉性和处事方式 发生的转变而感到惊喜时 张琪又学习了视频的后期制作 希望通过这部公益性的微电影 让比他更严重的病友振奋精神 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体会到 癌症没有那么可怕 当时因为我是化疗刚刚结束 身体还有很多不适 我就说妈妈你去看一下它 有些一种安慰吧 有时候多一个朋友关心你 你心里的就是 暴力会更坚强一些 干一切吧我觉得 因为这个从得这个病吧 他就不知道 这个想这些事 我也考虑到来吧 是在医院里得到这些 对付地团的温暖 张琪加油 祝你早日康复 祝你早日康复 早日回復社会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拍摄和制作 2014年7月19日 张琪和小伙伴们 商量着把这部九分钟的微电影《处女座》 80后癌症患者的告白 上传到视频网站上 然而就在同一天 张琪一直关注着的18岁病友 离开了人世 我当时发了一条微信 我说希望你能在天堂 看到这部片 我希望你 坚强地走下去 代表 我也会说你加油 这事对我触动非常大 可能从来也不会想到 身边有很多人 有一个病 就会简单的离世 面对自然 人类是渺小的 面对疾病 人类同样是无助的 别无选择的我 进入个手术室 麻醉之后 我感觉我做了一个梦 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没有 但是 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你长大了 你该坚强了 那些重新的伤害 是你成长的过程 是你走向光辉前程的阶梯 我要与死亡抗争 有些事情 值得我们去尝试 忍不连弃 前方总有一个希望在等你 我想要入房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从18岁的变舞 都中年的变舞 他们的一时 可能是一种抽脱 生年另一次生化 我觉得这个事 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张奇和小伙伴们 共同创作的微电影 传到互联网上后 受到了社会的支持 也结交了不少热心的网友 这对他更是一种激励 让张奇意想不到的是 许久不联系的原公司老总 也在关注着他的微电影 我一直都在关注他 虽然我当时很无情地 让他离开公司 那么也是因为他要给我提辞职 大家在积极地讨论这个问题 他给我提辞职 我说你现在立即从办公室离开 我以后不想再提到你 他突然有一天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我觉得你现在非常不容易 哪天可以来公司 在你一块交流交流 说以后有什么能帮我上忙的 就尽管开口 我觉得很感动 我看了那个短片 我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他激发了我 我也应该向他学习 如今的张奇 仍然有现实中的烦恼 他在养病期间拍摄公益片 经济方面 主要由家庭来支持 他渴望重新找份工作 减轻家里的负担 这天他在复诊过程中向医生咨询 他目前是否适合回去上班 你想干什么工作 我还是看比方说摄影摄像 摄影摄像 这个只要是不太累的 对你这个身体影响不太大的 都可以去工作 因为工作当中你有很多快乐 你有那种社会价值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法国生呢 又对你的这个免疫力 肯定是有一些 这个帮助的 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作用 还想做一些 这个关于社会公益方面的 这个东西 比方说上医院了 帮病院排解一些压力 我之后想组织一次 见不醒的活动 想要想到对象呢 就是说这些80后90后的 这种健康年轻人 祖书办公室 祖书校园 建树大自然 改变你以前的习惯 我也希望社会上 有这种 可以帮我们提供技术 从片子的拍摄的技术 到这个经验方面的东西 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 我是决定呢 就是说 它只是我生命中的可能是一部分 也可能伴随我下半生 我要好好地去爱着她 去告诉大家 然后我是怎么 怎么这个一步一步 提升我自己的信心 让我内心坚强起来的 这样的话 我反而比闷在心里 每天去想 又好得多 就在2014年年底 张琪对一个 和她年龄相仿的青岛女孩 有了好感 她的内心在反复纠结着 是否要和女孩表白 她应该也是希望 应该有一个自己美满的家庭 然后她会跟我说 你是一个女生 会不会介意这个事情 我说 这个事情 我不能说所有的女生都不介意 但是一定会不介意的女生 我现在只想跨出第一步 因为我当时提出和她分手 也是因为我的这个病 我顾虑 我以前提出分手 是因为这个卡 我现在能不能夸处这个卡 就在这个女孩生日的当天 张琪在朋友的鼓励下 卖出了她所计划的第一步 给她送了一个礼物 只是简单说了一句 生日快乐 我心里觉得很快乐 我最后就放下了 朋友的情意呀 比天太高 比地太辽阔 那些岁月 我们一定会记得 朋友的情意呀 比天太高 比地太辽阔 那些岁月 我们一定会记得 朋友的情意呀 我们今生 最大的难得 像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像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我们非常喜欢这种状态 虽然我们都听得出来 这歌几个 其中有一半人以上都在走调 但是他们表现得非常的欢乐 那白宇 我也想听听你 对张琪的这种转变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种转变 就是你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 这是一个成功的榜样 他自己说叫做因祸得福 他觉得他得到的 要比失去的更多 我特别相信这句话 但我想说 这句话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是 他真正的找到了自己 做出了自己内心 要做的那种选择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说科技的发达 它是一个双刃剑 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 各种享受 同时也带来了伤害自己的机会 那么这个年轻人 他现在是终于想明白了 那么其实人 因和动物是一样的 我是觉得 有的时候越简单越直接越好 越简单越生存 只要我能够生存 我不要过度的去消耗 消耗资源 消耗自己的身体 甚至是消耗自己的心理的健康 都特别重要 对 我们来看看 张奇的故事也感染了很多人 这位 网名叫 浑然不觉 他说 对于自己 我曾经绝望了 我认为我没有了未来 我和你一样身患癌症 但我却没有你那样的勇气 开始重新生活 谢谢你 将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我想我会试图努力 走出痛苦 迈向新的生命的 你看这就是正面的感召力 这就叫正能量 我再从精神层面来分析一下 一个人如果真的得了癌症 他的正确的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 会分别对癌症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那位医生说的说 癌症最怕的是恐惧 好多癌症都是吓死的 癌症病人都是被恐惧所最后给击垮 那么他所树立的这个正面的形象 就是他产生了动物 就是顿悟 他通过这一场疾病 让自己明白了 人生要追求什么 应该怎么活 他实际上找到了规律的生活的一个方法 那他就调整作息时间 然后放下恐惧 放下压力 实际上癌症的产生跟压力有直接关系 那么抗癌的最佳方法呢 先把压力放下来 接受我是一个病人 先接纳 接纳以后 你再用那个 就是身心调整的方法 就要与日月星期同时生活 就不要再跟这个自然规律抗着走 顺着走 然后心情放轻松 可能倒是抗癌的一个最佳方法 就像他一样 我唱跑掉了 我也要唱 这样才是最好的方法 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经常能够见到 有人呢 就是基本上一听说自己得癌症了 好 那我索性放开自己 最后 奋斗了几年 或玩了几年 再回来一查 呦 癌症 所有癌细胞都没了 神奇的不治而遇 这就是态度的作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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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失联 丈夫多方寻找 没有结果 母亲到现在没有回来 孩子天天在大哭 警方追查 女子身影 竟出现在酒店监控内 凌晨酒店的房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失联的女子 究竟去了哪里 神秘的1453房间 这件事啊 明日播出